这个八观灾界功德 确实佛在经典 在经上为我们讲了很多 这个功德确实真的太不可思议的 比方说有一些人 想要远离恶道 恶道是指三恶道 因为我们这一生 很多从我们的身口一三业 不断的去造业 最后有时候很害怕 将来因为我们所造的业 会剁在三恶道 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能够在一日一夜 以清静心 然后作词这个八观灾界 佛在十三夜道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人 第一不堕地 不堕恶鬼 不堕畜生 是不堕阿修罗 这个就是我们 佛在十三夜道经 简单做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但是 我们怎么行持呢 八观灾界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当谁学谁做谁耻 你要付出这个代价 你才能够获得有这样大的功德 你看六十万是一食无用 吃穿 你也不用愁 所以这个八观灾界真的功德太大了 特别的就是因为他的时间很短 一日一夜而已 特别是在我们的无量寿经 你看讲得很清楚 一日一夜为清静 能够来硕持 你的功德超过一个人 在西方几个世界 为善百岁 那个功德特别大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这个功德从哪里来的 清静心来的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么大的功德 哎呦我今天要说这八观再见 受识好了 没有遵守内容的一些仪轨 做法你是得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随学随作随取 这样才能够获得功德 所以恭喜大家 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受识这个八观再见 那以后有因缘 大家一定要参与 不用害怕 不是说今天我受识八观再见 我不小心犯了罪了 我怎么办呢 佛是不是说 你马上下地狱 没有啊 佛没有这样讲的啊 很多人说 我受了戒了 但是我不小心犯了 戒怎么办 人家隔壁 刚好在开那个音乐 或者我上车要回家 那怎么办呢 师父 是不是犯了气 不是这样讲的 只要你不是故意的 你那个念头 故意的去犯 那不是犯解的 这个简单给大家说明了 所以大家要互相鼓励 这是很可惜 很可惜什么呢 如果大家能够跟大家聚会一处 住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诵经 一起来受识八观再见 那这个理想真的非常好 真的耶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家里 有时候会偷懒哦 有时候会懈怠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 随着自己的习气 自己的习气 犯了自己的过失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能够依重靠重 把大家一起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起来修行 一起来诵经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听经 这个功德太圆满了 希望我们学离 尽快这个道场能够建起来 以后可以供给大家 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来修行 我们祈求啊 这个护法龙天 这些诸佛福萨加持 希望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用功 我们大家一定有信心的 我们一定有信心 因为这个人生太短了 真的太短处了 人生太短了 所以过去呢 佛陀啊 在世的时候呢 常常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什么样的法 是无上的法呢 什么样的法 是最无上的法 最无上的法只有一个 就是你要常常去观想 生死的无常 人生的无常 你能够去观想 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就不容易被迷惑了 你那个心就容易觉悟 就是这样的 这个都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章 这个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的第一章 今天要跟大家来学习的 就是中风果实 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宋弥陀经 完之后 下面有一所巨颂 这一所巨颂呢 中风果实啊 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看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城中了自信 下面这两句呢 其实啊 中风果实啊 要我们呢 特别是念佛的人 我们念佛的人哦 要什么呢 你要留意啊 你要去留心来学习 那为什么要留心来学习呢 因为这个对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比较实用 当我们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远 你那个心怎么样去面对 所以你看这个前面的这一条 刚才那一章 道人若要寻归路 道人上一次已经给大家说明 就是只学佛的人 就是学我们念佛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来学佛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念佛 今天如果我们真正想要 玄归之路 玄找 这个归 归都是回头的意思 路 路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解脱之路 一般来讲就是走 往幸福 美满 快乐 的路 那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回头 想要寻找我们的人生的幸福 我们人生的快乐 我们人生的美满 或者在这个人生当中能够得到 解脱的自在 我们要怎么样来寻找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深度的去学习 你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想要了生死 离苦得乐 你要用什么方法呀 给大家看的那一章 不是刚才第一章 第一章的 对 那从这个一段里面 其实 中风产是讲得很清楚 他要我们去寻找 为什么要寻找 要什么我们要回头呢 中风口是为什么要我们回头 因为我们啊 生生世世五量节以来 你看我们五量节以来 都在哪里 都在这个苦海啊 有浪啊 痛苦 受苦受难的 我们在这苦海里面 已经 打滚了 五量节以来 是没办法离苦的了 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 中风口是告诉我们 最大的原因 原因的根本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迷了嘛 那问题来了 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迷呢 为什么无法超越六道轮回 无法在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离苦得乐 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会迷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啊 我们每一天不断的都在迷惑 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我们为什么会迷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 宇宙的事实真相 搞清楚 搞明明 所以你对很多的事情 在你的眼前的生活 很多看不破放不下 太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碰不下 看不破 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真相 你没有真实的去了解 透彻的去明白 产生的这样的烦恼 产生这样的六道轮回 因为我们迷了啊 我们自己真的很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中风果实叫我们赶快回头 你必须要回头 没有回头 你是没办法的 只有回头才能够帮助我们 那你今天想要回头 你要依靠什么呢 你要依靠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你说我要依靠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念佛的时候 我们不能得到成就了 有一些人说师父啊 说容易放下容易啊 但是做起来难了 对啊 我没有说修行难 修行很容易啊 如果说行容易的话 释迦摩尼佛不可能 这么多年修行 经过这样的大的磨难 考验 最后证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也经过很久啊 如果容易的话 阿弥陀佛不可能经过五节 才把阿弥陀佛西方其他世界建立起来 然后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如果容易的话 地藏王菩萨不可能 五量节以来生生世世都在发大誓愿 为什么要发大誓愿 因为众生太难度了 太刚强 太顽固了 所以不断地发心 不断地去发愿 但是 释迦摩尼佛为什么要我们这一生当中 对于这个世间 你要不要过于执着 要我们从内心的去放下 就是让你去学习啊 学习什么呢 当你面对这个 我们所讲的 佛常常讲 我们人生是无常 生死是无常 当你这个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 无常随时都会来临的 在五分钟一秒钟都可以随时来临的 当你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那个心才不会这么痛苦 很多人在念佛当中 诵经感觉修得不错 当他面对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放不下 看不破 都是被这个境界而所转的 很多人 你说 好 我今天我放下 我今天我念佛念得不错 当你遇到这些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能不能面对他呢 有时候我们很多啊 境界来的时候 都是在造业 都是在执着 都是胖子下的 那 你想一想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为什么这么苦 就像什么 像乌龟 脱壳 活牛 剥皮一样 为什么这么苦 他放不下呀 太过于执着 这个身体是真的 这个身体是他的 所以他放不下 所以他很苦苦到像这样乌龟 活生生的 他的壳 把他脱掉 一只活活的牛 活活生生的牛 活生生的牛 他皮把脱皮了 剥皮了 你说他苦不苦 很苦啊 很痛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回头 中文古事教我们要回头 依靠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这样讲 大家听懂吗 会不会太怪 这样呢 我讲的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去体验 给大家分享 真的 放下不是在嘴上讲的 你要点点滴滴的去学习 从你的内心去放下 真的 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一些 我们不想面对的 我们每个人 总有一天会面对一些 我们不该面对的 当你面对这样的时候 你能不能放得下 但是你点点滴滴在学习 每天 点点滴滴累积 当这个面对的时候 这个事情 这个境界 你就很容易的 你不会这么 你不会这么苦的 真的 你要相信的 失去了一个东西 会被苦 你会很痛苦 会啊 你不会很烦恼 会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属于中文古事 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今天学佛的宗旨 学佛的木雕 作为佛的弟子 我们应当怎么做 一定要把佛陀的教会 把佛所讲的这些的教会 来帮助我们化解 我们种种的烦恼 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头 因为我们现在在 迷的这一案 我们现在在这个 迷的这一案 我们要怎么样达到彼岸 他依靠什么 他依靠佛法呀 一定要依靠佛法 因为佛所讲的这些的理论 都是经过他的自信流露出来 每一字每一句 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一个人众生解脱的 因为他自己老人家 已经解脱了 已经得到了 所以他把他的经验 来分析给我们 这些分析都在全部在经论里面 这些经论我们应当要学习 那我们怎么样来化解 我们的烦恼呢 我们怎么样来能够达到 这个彼岸呢 中风果实教育我们 我们一定要修道 我们必须要修道的 像释迦牟尼佛 在路远远讲这个四地法 告诉我们苦即灭道 苦苦人为什么会苦 苦从哪里来的 我又怎么样离苦 释迦牟尼佛最后 你一定要修道 那修道要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看下面的 那我们又怎么开始呢 走觉悟的路 那现在我问大家 觉悟的路怎么走呢 我们有没有觉悟啊 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很多年了 诵经天天都在诵经 学佛啊 我们都学很多年了 你有没有觉悟 师父我有觉悟啊 对啊 你有觉悟 但是你那个觉悟不是正觉的觉悟 你那个觉悟还是 还是在门口 还没入门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又怎么样觉悟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常常去观想 观想什么 观想生世无常 去观想这个人生是无常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心就容易觉悟了 你不会被这个外面的很多的这些事情而所干扰 被迷惑 你不会的 不会那么容易 你那个心非常的清楚 那虽然这个觉悟的方法很多 我们看下面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虽然佛陀所说的法很多 有八万四千法门 这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这一个方法 就是叫你观察无常 全部都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种事情 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明白人生之无常 生死之无常 你就能够懂得以这个方法 以这个佛法如何来划除我们的烦恼 划除我们的惶恐 你能够划除你的烦恼 烦恼没有了 自自然 当然我们的人生就过得不会那么苦 我们今天为什么过得很苦 因为你都在执着 执着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过去有曾经问过一件事情 他说师父 我为什么学佛不能得力 我的人生为什么没办法得到解脱自在 为什么我的人生很苦 其实如果你冷静下来 你去观察 你去观想 你可以找到你这个答案了 人为什么会苦 就是从你的我执 因为你这个我执 你才会跟人家计较 你在活得很辛苦 你就活得很烦恼 你就活得很厌恶 因为那个我执的存在 会有自私之力 会有贪嗔之脉 你能够把这个我执除掉了 那恭喜你了 你的生活 那真的解脱自在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学习 划除我们内心的烦恼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烦恼 有没有 家家有本能念得经 每个人都有烦恼 有些烦恼比较重 有些烦恼比较轻 我们每个人都有 因为反复嘛 对不对 眼睛看到一个人不顺眼味 也是很烦恼 听到一些不喜欢听的 也是很烦恼 很多事情 我们在这个内心里面 怎么样来划除 怎么样来解决 中风果实下面这一句话 那个才是关键 怎么呢 淡相沉重了之心 你看这一句话非常好 那个中风果实讲得非常好 淡相沉重了之心 什么叫做淡相 我们来看下面 淡相最主要的是指什么呢 淡相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中风果实的教导 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好好来用功 我们要在这边好好来用功 我们要在这边好好来学习 怎么样来学习呢 中风产师教导我们 沉重了之心 你看 你要踩这个地方 你要好好来聊 你要好好来学习 在沉重了之心 所以你看明心见性的人 大策大悟讲话都非常有水准的 一句话直接了当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没有拐弯抹角 就是教你这样的事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句话当中 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啊 讲的沉重了之心 讲的比较高度一些 为什么产师 要怎么样讲呢 他讲的比较高度 比较深度 为什么中风产师 没有说教我们 信愿念佛了之心 而说 教我们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你看中风果实 他没有讲这个 他讲你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念佛的人啊 看到中风产师的开示 这一句话有人会讲 很多人哦 那我们不是三十七年 不是以念佛为主吗 为什么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你看很多人会讲啊 我们今天念佛不是信愿为先吗 持明为主吗 为什么要淡向沉重了之心呢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的高明啊 他的高明 他真的很高明 看到人的喜剧 看到人的烦恼 为什么我们念佛 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得力 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末法时代 只有靠净土法门才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的 但是为什么呢 明明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错了 没有 是我们解错了 释迦牟尼佛没有讲错的 释迦牟尼佛是把世子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有靠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能够帮助我们的 那为什么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将我们要淡向沉重了之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信愿 你要知道你这个信愿 我们今天的信愿能不能坚固 是怎么样来培养的 中风果实来告诉我们 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 某一大师所讲的 信愿之有 但是这个信愿你要在哪里培养呢 你要如何去培养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词明 词明是指这句名号的功德 这句名号的功德确实真的不可思议 但是这句名号我们应该来修学 能够融合而已呢 让这句名号跟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融合而已呢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一定要来学习 那学什么呢 那怎么培养的呢 怎么样融合而已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念佛法门之所以 成为方便容易啊 简单恶药快速文大 就是因为他三根仆辈 立顿全说啊 他真的是这样的 无论你在一切时一切处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你在哪里 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就是念佛法门 不会影响我们任何生活的方式 他不会影响 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修 无论下下根 无论是上上根的 他都能够修 无论他认识字 无论他不认识字 无论他是富贵贫穷 都能够修 都能够修 只要他肯念 那怎么修呢 在陈中 那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陈大家都知道 在佛法中里面所讲的就是陈饶 陈所指的在佛法里面 就陈饶 如果从他的具体来讲更进一步来说 称为六成 六成 六成 那六成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你看我们的眼睛在这个外面的境界当中 所看到的色相 所相处的 所接触 你眼睛所看到的 在这个色相当中一般呢 我们会怎么样 很多会污染我们的心对不对 你眼睛所看到的 你今天无论你看到什么 有时候啊 他常常污染我们的心 比如说你看到好的 你不会 会不会洗了一个欢喜的心呢 会不会 你看到你喜欢的啊 哎呀这个我好喜欢 我今天我的先生很听话哦 又不发脾气了哦 又会念佛哦 又跟我来诵经哦 我好欢喜 老蔡今天很乖乖的 坐在那个沙发 听经 又能够念佛 听经 不错 不错 还欢喜 看到小孩 能够听话 哦 能够 不跟父母 顶嘴啊 能够很孝顺 给你感觉很欢喜 看到我的生意啊 非常的好 今天啊 生意也要赚大钱 哎我真的很欢喜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对不对 你眼睛所看到的 那突然间我到银行 看到我的户 户账号 本来是身价五千块 现在变成五十万 哎我好开心 都有这种的 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嘛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 看到的 所看到的 你的心都是在变动 都是在波动 当你比如说看到不好的 你的心是怎么样的 你的心会起了厌恶的心 对不对 像 像那个 前几天 有一位 这个 到场的一位总干事 他是干部 在马来西亚 他打电话给我 说师父 做总干事好辛苦 我说灯了 能够做总干事 都是菩萨在来的 那个不容易 我看到有一些义工真的不听话 我心里好难说 很多事情 所看到的这些的万物 设想 你会落到你的这样的 然后 怎么样了 落下你这个灰尘了 你会起了烦恼 但是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无论你看到什么样 好还是坏 善还是恶的 你这一念当中 你不可以 在这个生活里面就被转了 你要 用你的清净心 怎么样来转 一念至今 你把它转过来 看到好的都是好 看到不好的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平等的 你不会被这些所看到的 而所影响 影响你到你的心 扰乱你的心情去 中风果是就是叫我们这样学呀 当你看到好的 看到你不好的 看到顺境 看到逆境的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 同一句都是阿弥陀佛 你这样修等于你跟阿弥陀佛这句面 跟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融合而已 你这样修行才会成就 这个是从眼睛所看到的摄像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耳朵 我们耳朵所听到外面的这些的声音 比如说有人批评你 你会感觉厌恶 发脾气 不喜欢 有人赞叹你感觉很欢喜 很快乐 中风果是叫我们学佛不要这样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让你开心就开心 让你烦恼就烦恼 你要在这个境界当中 怎么样去转这个境界 那个才是修行啊 不要因为听到一些你喜欢的 你就感觉很欢喜 听到一些不喜欢的 你就很发脾气了 你不要在这个境界当中 去造也 再比如说你的鼻子 闻到一些香味 你喜欢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闻到不好的 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或者我们的舌头 尝到一些味道 我们喜欢的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你的境界是怎么样 好的是怎么样的 甚至于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意念 这意念里头 你不会落下了这些的影子呢 从你的内心的贪嗔去卖 自知之理没有力 你会不会被这些污染 而落下这样的影子吗 这个就是六成 所以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这个心 中风果师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心 我们现在这个心全部被污染了 就是通过 通过什么 这六种途径 就是六根接触六成 天天都是在被污染了 我们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有没有觉悟呢 六根接触六成 我们有没有这样 眼睛耳朵鼻子 六根 你的六成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 外面这些的境界 外面的这些六根接触六成 这些六成 这些境界当中 他真的能够污染我们的心吗 他真的吗 中风果师在这个地方问候 外面这些境界当中 真的能够污染我们的心吗 六根接触六成 真的能够我们被迷惑吗 说实在的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真正修行的人 真正念佛的人 这个倒不一定 也不一定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他都不害怕 而且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远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中 不但不会被污染 不会被迷惑 而且天天都在继续不断的生智慧 真的耶 会修的人 会念佛的人 有真正修行的人 他不怕这些境界 六根接触六成 不但不会被迷惑 在他的心目中 不断的都在生这个智慧 所以在这个都是教我们中风果师 要我们如何用心 如何去觉悟 要不然中风果师 不会在此地说 在尘中了自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接触外面 这六成的境界中的时候 中风果师要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 能够了头 在这个境界当中 在这个六成当中 你能够去觉悟 对于禁远 你要通通去明白 禁远的意思是说 顺言逆远 善言恶言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要真正的去明了 而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的内心一定要不受干扰 这个很重要 你心要如如不动 你看我们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这样的 一到境界的时候 心有没有受干扰 有啊 心有没有动 有啊 每天都在动啊 波动啊 波动跑到太快了 在境界当中 我们常常就这样当中 我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讲一个故事 我有认识一位居士 她是女祭司的 也是我们到常的护法 她有一天 我千眼看到 她被一个莫名其妙 骂得好难听 然后呢 事情过后 我就来问她 你还好吗 她说很好啊 师父 刚才那个人骂你怎么样 哎呀师父 那个小事 是我自己不好 所以今天呢 她骂也骂得好 没关系啊 她跟我讲这个 你心里难受 我心都没难受 我根本都不难受 不但不难受 我也不会跟她计较 如果今天我跟她计较 我跟她 没什么两样 而且她跟我讲一句话 师父很好耶 为什么呢 帮我消业障 帮我消业障 多好耶师父 难得有人要帮助我消业障 那不是不但我们不恨她 我们要感恩她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样的孽 你莫名其妙 你家一个人骂你的时候 你会难受呢 会不会难受 讲实话 讲老实话 有点莫名其妙 有人家来批评毁谤你 侮辱你 伤害你 你会不会难过呢 师父说实在的 我会难过 这个讲老实话嘛 对不对 像以前台南有一位老居士 他发现到这个香机 就是厨房去煮菜的 遇到有一个老人家 没事哦 常常遇到老人家常常骂他 那这个老居士呢 只要这个老菩萨骂他 他就是很大声念阿弥陀佛 他一边走一边骂 他一边走一边念阿弥陀佛 反正他在旁边发牢骚的 他就是在念阿弥陀佛 有一天有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他骂你 你的佛号越念越大声 他说我没办法呀 我真的没办法 他骂我心里很难受 但是我要避免他的声音 他越骂我越念大声 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没事啊 所以有一天 如果有人在骂你的时候 你的佛号要比他更大声一点 听不到他的这个骂的声音 真的耶 这个方法很好耶 这个是在台南哦 我遇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啊 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前的 中风稿是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的 我们看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现前在生活当中学佛 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学习 换句话说 我们在所学的佛法 一定要用在生活当中去培养的 在生活上去锻炼 而不是说天天拿着经书而已啊 所以中风稿是在这个地方 要我们所学的佛法 所念的佛号 你要在这个生活里面去培养啊 去增加你的福德去锻炼啊 你的阵炼啊 种种的 不是天天拿着经书而已啊 你拿着经书没有用途啊 或者拿着念珠 还有很多人说啊 学佛不是天天要念经吗 不是这样的吗 哦 我今天要诵死不经 或者拿着敲着墓仪 拿着引庆 这个叫做学佛吗 虽然这个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我们到讲堂来听经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我们今天去闭关 我们今天去闭关 去森林或者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去到那个地方去闭关 也是一种方式 或者我们到一个寺庙去打佛去 去念佛 他也是一种学佛的方式 或者我们去参禅 或者去念作 种种的 都是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能用这样学佛的方法 去要求所有的人吗 我们能够要求别人这样跟我们一起做吗 你喜欢念经 你要求别人要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参禅 你要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打坐 你能够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你喜欢在那边坐着念佛 拜佛 你能够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吗 我们能够永远都关闭起来吗 闭关起来吗 不见人吗 躲在坊间里面 诵经念佛 拜佛 或者我们永远拿着念珠 或者拿着经书 经本 就不面对的生活吗 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下面 这个显然呢 都是不是现实的 他不是现实的 我们一定要明了 我们现在拿着经本 在学习 其实实际上 不是要脱离现实的生活 不是要逃避我们现实的生活 不是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的 我们今天拿着经书 我们在那边的念佛 在那边听经 或者在那边打佛气 是要更好 更好什么 更快乐 能够回归到这个生活上 把这个佛法应用在这个生活上 让我们这个烦恼的心 能够脱离出来 让我们这个生活 能够更有意义 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 能够更幸福 更美满 这个就是学习佛法的好处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你今天所学的 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去配合 你今天所念的阿弥陀佛 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融合而已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方法 无论听什么样的经 希望经过学习 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回归到你的快乐的生活 所以映光大师过去曾经讲一段很精彩的开始 我们看下面 在这个里头映光大师 把我们这个持民念佛 用在哪里 用在其中 用在生活 你每天要不要吃饭 你每天要不要吃饭 要啊 要啊 你每天要不要喝水 你每天要不要工作 你每天是不是要煮菜 或者要做一些杂物 每天都要做的 但是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不影响我们工作 所以过去古大德 所以过去古大德 常常在开支当中 常常我们会听得到 教导我们在生活中 要把佛陀的教委 把佛的这个法 落实去学习去培养自己的福德 要去培养的 佛法都是生活 生活都是佛法 弥陀名后 也都是生活 生活都离不开阿弥陀佛的 看你怎么样去转 你一念之间 你怎么样去转 你看那个过去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越南的一位大德 名叫异形和尚 异形禅师 很有名的 很有修行的 很可惜前几天 刚刚往生 寿命96岁 在法国 我过去曾经 一到几次 两三次 因为我们的师父 请他到印尼去弘法 他刚刚往生的 你看他十六岁出家 十六岁出家 他在出家以后 他的师父叫他去做什么呢 叫他去洗碗 他天天洗碗 他心里好难受 我说我出家我要来修行的 我出家将来要来弘法的 怎么每天叫我来洗碗呢 他好难受啊 不能接受 他师父天天叫他去洗碗 所以他闷在里面 闷得好痛苦 每次问他的师父 他师父都不讲话 师父只讲一句话 赶快洗碗 天天叫他去洗碗 有一天 一行和上 在洗碗当中 刚好这个我们佛教不是有这个威萨节吗 威萨节在四夜出发就是有活动 就是一般在那个南传的佛 在东南亚的就是五夜多 五夜这个会做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叫什么 那个这个什么 西达多 这个为这个西达多 这个一佛做一佛节 一佛节 就是人来到佛堂 拿着一个水 来帮助这个西达多 洗他的身体 把那个水冲在他的身上 那有一天 这个一行和上 看到这样 这个方法 这个意义 非常有意义 很多人 很多人来到这个寺庙 天天是这样做的 那个一行和上看到这样 回到他的住处 到这个厨房 每天洗碗 把那个碗当做什么 当做西达多 当做西达多 当做西达多来洗 哇 好欢喜啊 大家不是洗 一佛嘛 一佛节嘛 哇 那个大家很欢喜 很开心 很快乐 我今天也是一样 当做西达多 把这些碗当做西达多 来洗 越洗越开心越开心越快乐 最后呢 他才明白啊 他真的是明白了 原来我师父啊 教我洗碗的目标 是什么呢 克服你的傲慢心啊 要懂得学习怎么样的谦虚 像我刚刚出家也是一样 我师父天天叫我去洗厕所 我好难受耶 我真的好难受啊 我为什么叫我每天洗厕所 我洗了一年耶 你想一想 那个道场 我们师父道场 一栋楼有五层楼 有两栋耶 你想一想 天天搞这些 搞到我心里好难过 睡觉的时候抱怨 吃饭的时候抱怨 天天洗厕所 好没面子 你看很多人来来往往 写无法子在那边洗厕所 后来我师父才告诉我 就是这样的 让你修复 让你懂得 佛法不是在念佛堂 佛法在哪里 在生活里面 你要去锻炼它 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家父 家庭的祖父 现在很多家庭祖父都很烦 天天洗碗天天煮菜 有没有 天天都要忙这些 不但给自己煮菜给自己吃 还要煮给别人吃 天天这样 又要生孩子 又教育孩子 又打理这些 做你人真的好辛苦 做你人真的业障深重 我们常常在佛堂 常常会得到这些家庭祖父 也诉苦的 哎呀师父做你人真的很辛苦 以后下辈子不敢再做你人了 那做什么 做男人 做男人也是很辛苦 做男人好啊 不生孩子啊 还不用煮菜啊 谁说的 很多啊 像像以前呢 啊 我有一位认识一位女巨士 每次啊 到她的家 有活动 住她家 她太太呢 跟她的先生讲了一句话 我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 给你生孩子 给你看孩子 天天煮菜 我现在已经老了 我不想干这个了 所以吃的要简单 所以她一天只有煮一餐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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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她说很烦 我现在要好好的用功 我好好的念佛 其实呢 实际上 我们看下面 实际上 最后的 我们如果 能一念转过来 一定能够转过来 像异形产生那样 那又何尝 不是在修行啊 所以在生活当中 把我们学的佛法 一定要应用在其中 点点滴滴 都是在修行的啊 一念之间而已 你把它转过来 这样我们念佛的人 这样啊 我们念佛的人 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明了 以后在洗碗的时候 无论在生活 当中处事 带人觉悟 做种种的事物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一种心情去做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想象 结果一定不一样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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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给大家讲清楚 不要让大家误会 我不是劝大家 不要到念佛堂 以后天天 跑在哪里 跑去去洗碗 不是 不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你不要误会 师父说今天 学佛法师讲了 我们从今天开始 不要在念佛堂念佛 也不用在这个网络 供修了 不用了没必要了 从今天开始 我可以在这个跳舞当中去学佛 或者在唱歌当中去学佛 种种的 不是 你不要误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这个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无法回避 这些的琐事 我们应该用一种 健康 乐观 欢喜 绝悟的心态去面对 而不应该 把这些的事情 看成什么 看成我们自己的障碍啊 你不能啊 这样修行念佛学佛 无论怎么用功 我们是不会有成就的 你不能把这些变成你的障碍 变成什么 变成你的修学的功德 培养你的福德的功德 一种心态来学 欢欢喜喜去做 开开心心的去做 煮饭的时候 阿弥陀佛 煮菜的时候阿弥陀佛 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琐事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把它当做什么 当做你在修复 当做你在修行 当做你在锻炼 你这个心 让你这个心能够平静 让你这个心能够快乐 我们很多人都是给自己障碍 太多的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 去转自己的心态 说老实话 我们看到历代很多念佛往生的 在念佛堂往生的还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你看这个净土圣选录里面 有记载 比如说宋朝的黄达铁 黄达铁念佛在那里成就的 念佛在成就在哪里 在生活上 在打铁 天天打铁 天天 以前他们学佛 他们念佛 打铁很辛苦 现在一边打铁一边念佛 而且一边念佛 一边很乏气 一边很快乐的 而且最后 欲制十字往生西方节的时间 三年 他不认识字 最后往生之前 讲了一首诗给大家 借个缘 借个法缘 哪一首诗 叮叮当当 打铁成钢 太平将近 我往西方 你看 讲完就走了 多自在啊 他成就在哪里 在生活上嘛 还有清朝的 清朝是谁 东瓜和尚 他在华延安出家的 他的口头禅是什么 念佛不在嘴 参禅不在腿 所以他每一天 出家 头一天开始 天天逛大街 他在大街上念佛的啊 他修行啊 念了多少 十年呢 他在大街成就的耶 而且往生之前 告诉他的这个 童山道友 讲了一首诗 终日走解放 心中念佛忙 世人都不是 别有一天堂 念完就走了 但是今天我的意思 不是叫你天天逛大街 不是 不是 不是叫你天天逛大街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就是说 教我们的培养 最后的 巨型和尚 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啊 因为我们有八观灾界 要过这个 这个什么 过不时 所以啊 今天啊 简单啊 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简单来说 作为一个总结 念佛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念佛 佛法不离开世间 都是一样的 你要把这个佛号 跟我们的生活 能够融合而已 在这个生活里面 慢慢的去培养 在六根接触六层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一句佛号 不离间断 像应光大师所讲的 这个简单 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 下个星期 下一次啊 再继续给大家 他来洗讲这个三十七念 最后来会介绍这个 这个净土生旋路的一个最精彩的故事 就是巨型和尚 念佛成就的故事 因为他最后有人问他 你念修行的成就的经过 是以什么方法成就的 这个下一次再给大家分享